南海海域一艘艘舰艇出巡 根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南海局势紧张之际 大陆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5号 在南海进行海空联合演训 这是解放军一周内再一次 在这个海域有所行动 美飞舰艇遭到两艘 中国海军舰艇的尾随和监视 双方军人坚定表达主权立场 紧张气氛不断升高 对于领地问题 双方各有各的解读 美飞共同防疫条约给菲律宾画饼 以及此次美飞南海巡航 南海问题始终是 中国与菲律宾等 东南亚国家的双边问题 美国和菲律宾结束军事演习后 中国5号就开始 在南海新的军事演习 恐怕对于美飞双方行动 着就有所担忧 美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 依然在玩弄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把戏 马尼拉和北京之间 在南海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甚至发生过多次对峙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 是持续加强和美国的合作 虽然两国军事合作密切 但中国外交部4号表示 中方将坚持坚定维护 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记者陈杰宇报道